SCP-1177 The Coupon Cutter 折诈论切割者 项目等级 Safe 偷收容措施 SCP-1177目前被收容在Size 40的收容室中 一台庇物店时监视摄影机 因时刻监视SCP-1177 如果SCP-1177试图自残 尽快通知首席研究员 按照标准人形收容措施 人员应进入SCP-1177的房间进行搜索 人员在离开房间的时候 需接受额外的搜身 描述 SCP-1177是一名年龄不明的拉丁美洲裔白人女性 也有用她的身体组织换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虽然她看上去年纪较大 这可能是由于她长期滥用她的能力 和她的生活方式导致 采访发现 在接受基金会的监管之前 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流浪汉 SCP-1177被发现于堪萨斯州的赌场 在贿赂门口警卫允许她进入 并多次试图不使用赌场代币 玩饺子老虎鸡后 被保安逮捕 并移交给医护员员 基金会特工注意到这些事件 冒充当地一家精神病院的原封 并顺利取得她的监护权 老虎鸡和老虎鸡下面的地毯 被上交一共清洗 SCP-1177身上发现的财物包括 一只人造珠宝戒指 两只银耳环 一只牙刷 一把书池细密的书籍 三个 速食连锁垫的空包装袋 两张力气型彩券 被刮开过 没有得奖 一把小折叠刀 和一条斜机斑斑的毛巾 一张电影票根 一片火腿 被保存在一个附带的速食连锁垫包装袋里 以及一瓶16盎司的外用酒精 只剩半瓶 这些物品被估计并丢弃 身体检查发现 它全身充斥了自残的痕迹 包括多处疤痕 愈合的伤口 以及失去的牙齿和头发 SCP-1177缺少了第五根脚趾和右手的无名指 它的右手中指被粗暴截断 上面接上了它的右手食指 SCP-1177最经常使用的组织是手臂和腿上的肉片 用一把小折叠刀或通过其他手段不规则的切下 在使用前组织上面的血液被毛巾擦干 那些得到SCP-1177身体一部分的人 意识到这是被分离的人肉 但并不表现反感或惊奇 相反的 他们接收肉体作为一种付款方式 就像现金券或信用卡 这种变化的效果基于几个因素 包括接受这种付款的几率 预计付款的多寡 以及支付的肉的数量和类型 事故报告0740-1177 一次发生于7月24号 得SCP-1177突破尝试证明 SCP-1177能够将身体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贿赂使用 在递送15时 它交给人员显然是在不被注意到时咬下的 作为交换从SCP-1177区被释放 根据证词 SCP-1177迅速而小心翼翼地移动到赛斯时的大厅前 它在试图离开前借了把剪刀 但失败了 并要求打开前门 前台管理员拒绝了这一要求 并呼叫了安保人员 当安保人员赶到时 SCP-1177正试图用剪刀剪断 它的左手无名指上的其余部分 实验报告1177之一 在8月6号 两条从SCP-1177的腿上取下的一平方英寸大小的肉被消毒 并交给研究人员进行实验 Rennis博士在赛斯时的自主餐厅买了个汉堡 但因为缺乏食欲没有吃掉它 研究助手Clark把他的SCP-1177样本带去一家当地的便利商店 并尝试用它交换一包香烟 当老板向他要求出示身份证时 Clark拿出了那片肉 并引起了争执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争执 Clark去了一家书店 在那里贪用样本成功买到了一本二手书 压力见骨折 让你的工作不会伤害到你 新货特价3美元 从那之后 进一步的实验得到以下结果 一片无望四重的肌肉组织 交换三代标价0.5美元的 排巧克力糖果 成功 一缕头发 交换一本漫画书 第一卷第三期 售价2.99美元 交易失败 经营者认为出价太低 一缕头发 交换一本漫画书 NFL Super Pro 第一卷第一期 三本售价1美元 交易成功 一瓶两盎司的鞋 交换一代售价6.99美元的 排木炭 交易失败 便利商店店员认为出价太低 三瓶两盎司的鞋 交换一代售价6.99美元的 排的木炭 交易成功 研究员被找回三枚十分硬币和一枚五分硬币 价值0.35美元 素为零钱 一片面积9平方英寸的皮肤 交换一条镀金项链 成功 交易在一家当铺进行 自8月10号 这片皮肤被表框在当铺的其中一个橱窗里展出 实验报告1177-2 在8月12号 研究员McCamps 在市的市中心5号大街上 从13点21分正到13点52分 在这段时间里 他接近许多行员 并要求用从SCP 1177的腹部 取下的每块5盎司的大块皮肉 被编号为1177-45到1177-55 的十份SCP 1177样本中的一份 换零钱坐地铁 每个拿到一份样本的人 都会被一名基金会特工分钟 直到他们用那份样本进行一笔交易 记录结果如下 1177-45 被放在一间咖啡厅的小费罐里 1177-46 被用来在一家电器行购买电脑游戏 1177-47 被用来在一家爱尔兰酒馆支付部分账单 1177-48 被放在一个信封中寄出 1177-49 被交给一个流浪汉 当这件事发生时 那个人变得十分激动 对着橡木含糊不清地大喊 直到他消失在视野之外 1177-51 在当地一家美林银行分行 被存入一个银行账户 1177-52 在一家 脱衣物店被放在一名舞者的头上 1177-53 在 赌场被用于交换筹码 1177-54 运用者在一间废弃仓库后面逃避对中 当基金会特工继续追赶时 遭到枪击 特工脱离 建立进一步调查 1177-55 在 路德派教堂被放在奉献盆上 结论 ACP1177的样本不是一次性的 尽管它们的价值在交易中并不总是保持一致 唯一估计到底有多少 ACP1177的残留物在流通的方法 只有观察ACP1177身上的疤痕和开放性伤口的数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所有ACP1177实验的过程中 除了被事先告知的研究员外 没有任何测试对象意识到了它们的构成 实验报告1177-3 实验1177-3正于更长时间的关注下进行 试图找出经过多长时间后 1177样本会失去活性 自3月18号起 在6个月前 从ACP1177身上移出了样本 1177-71 原保留了代替法定货币 或其他交易的凭证的价值 以上就是ACP1177 简单来说 ACP1177是位拉丁美洲裔女性 她能够把身体的一部分 皮肤、手指、肌肉等等 当作金钱或现金券使用 而价值跟部位的大小和数量有关 这个ACP有点符合时是三倍正什么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做喜欢A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